這個議程是由宇廷帶來的 班員專案如何賣相有可能 那宇廷是一個就是 Open Source的早期貢獻者 在G0B也有非常多的發言 也歡迎 就是很開心 可以有他來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那請大家就是 盡量往前面坐盡量往中間坐 那我們把位置 把位置挪出來 後面進來呢 可以進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宇廷 好 大家好 那 大家可以慢慢做 慢一套關係 然後 剛才提到一個合法 一個 然後一個 我們拿 建合法一個 就是常常沒有合法過 對 我從工作到目前以來 都一直在沒有合法過的 社區裡面 無貢獻 這樣子 好 好 那照正常關係 我一樣會有一個 slide 大家可以在那邊問問題 然後我等一下會回答 那可能時間夠不夠 如果夠的話我經常回答 好 那 在開始之前 我先問一下他 你有在Github 或者任何平台 create過一個 Open Source的狀案 的舉個手架 不管它狀案多少人罰 喔 不錯 對 那你曾經去貢獻 別人的狀案 這就成為他Github Glooper裡面的 議員的舉個手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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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相信很多的新手 所以來信就對了 例如玩家 讓大家怎麼成為一個好的貢獻者 好 那一開始為什麼要投這個一層呢 其實我是最近就是有點過度激動 我會激進的看到一些文章 其中這第一句話有點久了 一兩年前我也忘記 就是某一個某個國事的某一個局長的某一篇報導的內容 好這個我都夢到的 那政府與設計學校可以做的其實很容易 有些算是簡單教然持續在傳奇的人 有些把財獻保站錄呢 這邊都變成政府 變成一門政府可採購的雲端服務 可以輸送這些吧 好 那這陣子剛好有一個某一個主編講一個 蠻有趣的議題 不是 他有套錢賺錢的 呃 你發現網斷是因為你沒有網斷錢的那個人 好 就有點激動一下來投我一點東西 好 那 那在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一個議題要先跟大家聊聊 網路中心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先觀察各種東西呢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是我們 呃 我們現在零走當然的那些觀念是否真的是正確的 呃 我們在一個民主系的國家 大家都說是我們open freedom 對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最近好像有沒有大家發現台灣 有些網站好像遲不遲連不出去了 對 那 呃 當然網路上也可以說應該就文章啦 那大家可以關注 哪有open轉 大家可以關注 對 民主不是靠講講 或者有了就不會消失 對 呃 所以特別講過了啦 泰國有三年有辦法選總統 對 好 那 那 再來最近有一個東西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呃 台灣人權的一個小議題 齁 對我們要把那個電子晶片證證 那晶片證證一個不open的一個spoken 然後甚至你一定有軍權的選 好 那 競正題 呃 凡事開始前我們都要講一些showcase 那 就 如上映的 到底有什麼開原裝是賺錢的 那賺錢也很難啊 第一啊 有些人會覺得跟巴佩德一樣才叫賺錢吧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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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大家剛才聽到open幾句美盒 那 有沒有一些比較三頁的開原的地圖 有 Xbox 那 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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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台灣呢 台灣 有啊 黑客人雖然還沒賺錢 我不知道他怎麼賺錢 他也準備要商業化了 ok 那 除了商業化這些東西 有沒有什麼開的套件 是很多人用這個箱子 箱子 甩的就是給大家用的 有些大家看到 像第一個中環是在研究一下 大家都知道QR Code的東西 但他有一個base 可能有都是來自這個中環 正確他其實是直接deploy的一個 就是可以用的一個研究的一個中環 ok 那 像我最近在研究的那個 呃 呃 你如果有scanner也有 但他大概是這樣比較少一點 好 那 今天就要重點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你的專案 如何變成這樣子 好 那 在討論壟斷這件事情 呃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 那些case嗎 呃 我一直在想一些事情 為什麼台灣的產品 或者我們的服務 或什麼 有時候好像是 在台灣 對 因為 我們去思考 壟斷 bs 創造更大的舞台 甚至於讓人家 去跟風 全球去跟風你的 你的風格 或者你的 你的理想 ok 好 怎麼做的 呃 先想想 社群社群嘛 那社群西西伏伏的嘛 那 呃 有一個很神奇的社群 就是前段社群 那我們也不常自稱 說我們去開圓社群 我們只是一個沒有合法社群 對 那 呃 但是我在想的是 我的社群 這個社群 能不能更殘舊 畢竟是要多 而是一個 細水殘舊的概念 但這個議題 一直持續地討論 所以我們就要莫名其妙了 五年了耶 我靠 我沒有這台公司待過這麼久 但是這個社群大概五年 對 好 那 現在做了什麼事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大印度裡面的成員 我們一定要來share一下這個影片 對 好每個月還是我們一樣 所以歡迎大家參加 然後 可能說有7SS的聚會 然後 對啊 大家覺得這個議題 7SS 就很簡單 但是 欸有很多小訣竅的 歡迎大家來看一下 所以這樣子我們還做了什麼事情 對 就是我們Github 那也是我今天要講的一題 我為什麼開始把我的open source 網路的前段Github來丟這樣 是前段有關的 我都往前段Github來丟 好 就是我等一下要講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那 如果在某一點 某一點的Github 那個空間拍什麼 大家一定要想到說 我想試著讓大家 把新資公開這件事情 好 那 大家知道很好的 台灣人就有拍手 不好意思我接近很早 等等 好 那我們是後來就講 我們去做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黃安德有個JUPS 在做什麼 好 那大家他們太趕快錢 那我們就來 招募的時候 你不可以在鮮邊吃 那招募的時候 你不可以在鮮邊吃 不然是什麼 大家還在比心資 哪個工資 哪個福利比哪個好 對 那當然我不知道到底實際上 大家心資裡多少 但是 我們可以私處一件事 如果當一些東西 開放透明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更不一樣的思維 或者更公平的思維 更立場的未來 好 首先 我接下來的分享 是一些我的 一些想法 對 那我覺得我要可以先分享一個 我的朋友跟我一起談話 還在那邊去 就是客觀是一個抽象的事實 但謙虛是這種態度 所以說 歡迎大家可以發問題 或者去 吹柔戰的那個 CodeCup那邊隨時可以發問 對 我會隨時去看一下那些訊息 好 那首先我去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搜過台灣的 檔博拼 或者你搜過台灣的教育拼 可以看看哪 一些領導者中心的一個模式 然後 你剛才據說 你也看什麼 去中心化的社群 或活動 OK 那如果你讀過 學校的管理系 或什麼 你讀過管理學的東西 那 另一個我們已經看了 什麼叫團體動力學 好 我現在講的 領導大家知道嗎 就是那個蘇貫徒中間那個人 就是說 他說什麼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對不對 他想客不客觀 那去中心化 然後大家想的就是 很多人 大家一起討論一些事情 剛才好像請問一下就提到 如何在意中 求 大家的意見都會不一樣 沒有錯 那沒有一個意見 是覺得正確的 那如果在不同公司中 找到一個共同的出路 講的好哲學 對 那這就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一個運作模式 甚至有可能 他又會是有一個分支 但是他有可能 還會等不及回來 好 那 管理學的什麼 管理學就是 我一定要教你怎麼管理的員工 然後 如果叫他 就是 拿一塊錢的薪水 做兩塊錢的事情 然後 如何 就是國外聽點話 他你都覺得更重要的思考是 我們如何 然後 他們 他們願意 為了這件事情 貢獻更多 也許 很符合他的理想 我覺得 有些 最近一些 omensource的 中央大家可以在炒 炒了一陣子 炒了一些問題 然後 我可以舉舉個例子 我一直在使用女類 那最近我還是用upro 客人不覺得 為什麼 我就看到upro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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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去的 第一個人發問 這個就是 他發問說 我覺得 Google我們公司不能用嘛 那人不能後面 換一個 Risible的API嗎 改一下後面 然後就有一個人 就有人說 你難道沒有看文件嗎 是不是Google有東西 要換到Risible 然後他一個人回說 你沒有看文件嗎 那個 那個Network interface 你可以換啊 你為什麼不換 對不對 然後之後 阿波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公典 他要講的句話 我覺得這很重要 也就是因為那句話 我決定繼續貢獻這個專案 繼續 呃 使用這個專案 他說 呃大家不要那麼激動 我們先看看他的showcase是什麼 請他好好介紹他的 使用的showcase 又是case 然後他要去請他介紹他的 又是case 也許我們有改新的地方 這件事情很重要 再相反的 我最近也看到一個專案 但是我一直想用他 但是我不得不還是 等一下用他 我期待可以不用他 好 那我直接 好 也跟你講 就是vscore 可能大家最近開發誰 亂去常用 vscore嘛 大家知道最近有一個一集 就是 Facebook有一個Follow的 Type Type規範 然後最近有Type 對 然後vscore上面 就有一個很有趣的討論 因為我是用 我是用FollowType的那個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幹我一定要用FollowType 然後我從來看有沒有一些調整 不要一直叫我補的 那個Type一定要用 Type Scream 我這裡就寫 跟Pacebook被關掉這個動物了 這時候 大一就會有 jdshm來發這個問題 很快就解釋 第一個人發問 第二個人 麥克斯福成人就回說 這不是我們要做VG的Pose 他結束嗎 對 下面有個凱罵 這是OpenSource 這很重要 你不是把Core放進去OpenSource欸 你要討論 我們要 大家在經典這個東西 對 然後 三個討論結束了 對 好 那我們大家可以想看 就是OpenSource 跟去中心化 跟這些 我覺得這是一個情境啦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理想的去中心化 我們理想的OpenSource 是什麼東西 那 那 如果說資訊中心化 那 如果有一個OpenSource 大家可能會想 誰來關於Release 對 誰來關於Release的問題 誰來主導方向 誰來 對 對 這個問題 那我剛才討論到 如何去定 定方向 欸還有一個介紹 我之前好像常用 常供見的 介紹中 JST 一個設置工具 然後 那時候 我們在試圖 那種 一部處理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就是 後段可以設置 一部處理的一個機制 然後呢 我就看到 坑樓 坑樓作者 他騎了一個班群 Mason 我覺得不錯 我就拿一個 去貢獻好了 貢獻完後 我開了PR 結果我打槍的原因 是說 我覺得他這次跟我說 這扣不錯 然後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Mason 沒有經過討論的 這是我個人的提議 要不要我們大家再討論一下 再決定這個 Mason 名字要什麼 哇靠 Mason 連重要的坑樓都覺得 那個 只是一個 一個 一個 還是要大家 好好討論 我們再決定 我覺得這是一個 嗯 在比例之前 我們這區中 去畫的東西 能不能大家有個共識後 再做這件事情 好 那回來 什麼release 嗯 當然 很重要的是 你要有個Ghub的report 當然你不像Ghub啦 那過去也有 VSN SPM啊 其他東西 只要覺得OK的就OK 好 然後呢 這個過程很重要 好 很多 Core 我可以講嗎 就表達BOE 大家有看到嗎 勾典者 Curl的勾典者就一位 有一點不知道他現在 要做什麼事情 對 好 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情況很重要 呃 最近前端我有follow那個 Facebook和那設備 也有發現 是會做了這樣的事情 就是 我想要開一個狀況 呃 是大家都會用到的測試 你的Device 就是User的Device 是什麼 然後呢 呃 就直接 先討論 我就直接發一個post 我要做延遲 然後呢 我把 呃 文件簡單寫好了 對 所以說你在開一個CoreTool的時候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先開issue 開討論 不管你是要改現有的 還是要 要 要做新的 所以他如果有貢獻 讓你發現指定 你每一次回合工 開個PR 通常很難被關注 因為你在不知道你要幹嘛 對 但是如果你的PR 是先從開issue開始討論 甚至於你是因為看到某個issue 你也需要沒有人去寫 你把它寫完了 通常很快就被關注了 OK 因為大家都有需求嘛 所以你開issue開始討論 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 做完這件事情後 呃 呃 有需求 但是要怎麼解 怎麼解 就是需要可能有些文件 跟mason或test才先出來 好 所以你看到 剛才剛才第一位講 只要說 不要急著自己 去做事情 留一點事情 給大家做 OK 所以說 也許 討論完了 文件完了 你到底不要coding 過了這次 就會有人coding 對 過了這次 你只要有人 終於能不住了 欸 這同一個人 他就去coding了 同樣的 大家可以去看到 我的前端聚會有沒有 其實我幫了兩三年 我想做一個 大家都聚集過來了 不能只有我一個人 在host的這件事情 就變成我的個人 只有你一次嘛 我一定要爛有人 到現在大家有看 比如說 livecoding的這些東西 更多人去share他的event 所以我就不做事 然後怎麼有人 一年一年了 終於有人了 不做了 開始開event了 OK 2015年 好 那所以說 不要急著coding 然後就讓 讓大家一起來供錢 那做一些事情 就是要讓他人 auto-release 這些事情很重要 那我 當然現在 有一個很流行的原因 就是cbi OK 然後我怕 然後develops都爆滿 好 那 所以說有一個套件 他就要交替就是 我要查一下所有的人 好 我就用這套錢 因為我是錢端嘛 啊我的東西是npm 這個東西是 為什麼我可以在 訪該那邊做這些事情 就是 我只要主要測好 我npm測好 然後自動化測好 只要 沒有舉到master 他就自動release了 release的權限 不需要經過我的同意 只要裡面 披他回來的股份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但那個 任何人總產生呢 當然就是 你要負錢那就來啦 或者說 你只要常常參與討論 大家去看 其實台灣很多的 在國際的一些 大的open source 裡面的 contribute 都會有台灣的 人民 這件事情很有趣 好 當然 希望大家也是那一個人 所以通常呢 你今天 有沒有可能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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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有一點 我就把你加進來 對 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 那 最後一件事情 大家就覺得 可能npm 都是for工程師 大家常常覺得 nz的專案 都不是捧工程師 所以是一個工程師 我今天也在研究的時候 幾乎 沒有可能一些專案 可以直接 直接 貢獻完 或者直接for a user的 或者 這樣子可能是最常 你覺得說 我們常常用一些小套件 像QR code scanner 或者 或者 比如說像最近的 Eason Hacksong 或者 有沒有一個Eason 套件可以知道 隨機更機後 就自動AP6的bis OK 我發現有一個工具 就是它可以自動幫你 的code 分析到master 自動幫你build 自動幫你產生 那個 APK PK APK 然後 證據程度產生 iOS的檔案 證據程度直接把你頂 POIN 到那個平台上 你只要按 對 OK 很自動話 對 大家愛惜愛的人都會知道 然後 當你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連很多 in-user會用到的fk 都可以是open 收拾公圈 那 這是我現在的期待 那為什麼 之後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 參詞選頁講的一句話很好 當然我們常常有聽到Kino講的 他講什麼 講未來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 我現在要做長期 OK 而某些人 像我 比較 還 還在努力 進步學習的時候 都要看講過去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一起 往未來更好的open software去看 好 那 謝謝大家 那 有一個 應該會有人發問嗎 那我看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現場發問也可以 好 看來沒有 有沒有人要現場發問 可以在這裡 好 有沒有人要現場發問 可以舉手 還是我現在太快了 你可以不怕 這什麼這什麼 不好意思 這邊都講的 對 好 那 不然你簡介一下接下來 就是 就是 接下來的活動 或者是距離比現在的活動 好吧我覺得這個 這個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在9月吧 9月有一個公民科技週 對 然後 痾 痾 痾 最近我剛才 hub 有一些 網路審查 什 Nobody Ein 啊 就這樣子 那 我們就不感染他 不重要 我發現一件事情沒有趣 我真的辦過一個活動 然後 跟大家說 ś 所以說 我們每天上網 不能超過兩小時 然後 liksom探索 甚至我也查了一件事情 台灣立法委也有提案說 我們要照顧年輕好寶寶 讓他們一天上晚不可以超過十個小時 然後你以為這件事情只有在某些封鎖國家那裡有嗎 其實我剛剛也會發現 因為有台灣某些基金會在推廣這件事情 對 但是大家都沒有討論到一些事情 還有一分鐘我可以直接講八卦 好 就是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Cost Club的那個脆弱 那個脆弱 脆弱對 有潮的有點激烈嘛對不對 有點火腰味 其實我們可以想想 我們如何讓網路的討論可以更和善一點 比方說 一些小公司比方說我們在網站討論 不要太在乎別人的情緒 對 因為網路文字我也不是李白什麼 我的文字也用得不是很好 也沒辦法充分給大家情緒 OK 最近都可以在這個公司的公民中好好討論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文章 所以大家